你好 欢迎各位来看我们的第三集 这次最主要是我们请了李映冲师傅 来讲解一下关于海外房地产的一些资讯 与供水行来讲解一下 李师傅 其实我们最近香港人很多人都 最近有一个移民潮 尤其是英国也是一个很热门的 可能因为情意结的关系 李师傅 可不可以讲解一下我们香港人 和英国有何其他地方都好 我们是否移居从这个风水或是一些原河 好 欢迎大家看这个节目 Jason 了解我们公司会有这方面的资讯 如果作为一个我们叫做风水原河的角度 首先我们要看几件事 首先就是国家的文化 第二方面就是国家的地云 这两者能否结合到香港人的符合 如果是的话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首先如果我们讲一个社区文化 以前一直以来香港都是英国的殖民地 虽然现在已经回归了中国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文化里面 都属于一个大都会的认识 隔着了很多英国人管制的一些法例 或者是生活处事 所以如果在社会文化方面来说 我相信香港人过到英国 就不会太过不适应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方面来说 如果有些可能要适应的地方 就是英国的文化方面来说 就不像香港那麽急的部分 以我所知 英国就是可能每一天 只能安排到一个活动 比如说我下班去市场买食 那你那晚就很少会再约别人去街 因为有50个路途 就是比较深规一点 香港人就不夜天 但是我相信这件事 就是香港那麽生活那麽紧迫 现在人们怎麽常说移民呢 就是觉得做就好像做得非常多的事情 9个小时的工作是不止的 只有10个小时的工作 没有时间 因为英国就会比较 这一方面的话比较优胜 香港一点 第二方面呢 有一个非常好就是说 其实英国的地运其实是不错的 英国的地运是相当之不错的 而第二方面呢 就是说由我们香港去英国的方向 其实就是向埃近西至西北之间的路线 是的 那这一个方向来说 如果我们按回这个风水沿河角度来说 也是一个叫做有运行的方向 西北 是的西北 不是今年 不是今年 是二十多年 即明来二十多年进行 这个方向也是一个不错的方位 是的 好了 那变了来说 首先我不需要担心 就是说我过去的运会不会不好 我不需要担心二十多年 那第二方面 文化方面来说也不是难的 好了 而第三就是关于英国自己本土的地产市场 那其实英国呢 其实如果你说在风水沿河角度来说 英国的地运因为不差的关系 所以如果你说作为一个投资 可能是 譬如你可能是移民 你投资移民一般 可能现在都在说好像要二千万个公司 是的 那也不需要 现在不需要 是的 即是不大约 那如果你说作为一种投资的方式来说 我相信英国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是的 那本身呢 Jason 现在你们有什么区域可以选择 我们通常都是以伦敦那边为主 伦敦全国都可以了 是的 这些这么鼎盛的地区 他本身在英国里来说 本身这一个地方在英国里面 那一定是好 否则他都不会特别出名 是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作为投资 移居方面 英国其实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但是很多人 除了觉得 除了这个地方有运之外 可能他就会夹回自己的命 那我的命 是否认识到英国呢 是的 那这个地方可以给大家一些提示 会不会说 熟悉些什么类型的东西 是最有利的呢 嗯 这件事呢 反而我们就不是用一个十二生肖 去计算 因为这个我们叫做 是一些十二生肖的茶余饭后 来给人家的风俗文化 反而我们会看回 就是他自己本身的八字 的一个名价 现在坊间有很多的手提电话 你输入自己的出生年时间 那些F 那些F 你都知道的 那些什么人 会特别适合去英国的地方呢 就是八字 金好重的人 金好重 我们有五行 金木水火土五行 如果八字 金好重的人来说 因为在五行里面 金是属于西方的 如果你的八字 金好重 代表西方这个方向对你有缘 对你有缘分 那你就会特别觉得容易适应 不是说 因为你的八字金重 所以去到英国 我就会飞黄腾达 不是这个意思 是你会特别容易适应 始终你有没有运行 都要视乎你自己的命格 当时就是走着一个 有利于温次的运行 但如果你的八字金重的人 走去西方这个方向 你会特别有缘分 就是说你会容易适应 明白 李师傅 大家都知道 英国最近已经脱了欧 对于玄学上 你怎样看 其实这个 反而不是真的太关于玄学的角度 反而可能脱欧这个问题 只不过是 有些人担心脱欧之后 会不会那个英镑 那个浮动的问题 但是我想说 脱了欧之后 对英镑 是一个利好的作用 嗯 大家有些朋友 可能见过我做一些财经节目 其实我也分享过 英镑未来 是一个trend上升 如果你做一个英国的投资 那你就双得逆章 是可以占占这个炒价 啊 说回投资 我们香港人都 都喜欢做生意 那如果 我们本身是对于一些西洋人来说 我们在香港是有一些公司 那其实升职业 迁移过去 或者是在那边开一些分公司 这个就真的很要视乎你 究竟你多几年 还要给你生意 是的 我觉得这个不得一概论 从金方面会不会有利呢 这个也不是太关系 这个就没办法 我们可以跟原划谈到 因为这个 你认不懂得把公司移到英国 你似乎你现在 因为你香港有很多不同的生意 对吧 譬如你在香港 你买这个 我们叫做 元宝蠟燭的生意 你过到英国 可能没人买 所以我们要似乎生意的形式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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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今集同样你都请了李英聪师傅 跟我们讲,但是在一个玄学方面,你怎么看一些海外防地产? 好的 我们上一集就讲开了英国的各方面 今次我们讲一下东南亚 东南亚方面,我想首选大致上多数人都是日本 或者是马来西亚,或者是泰国 而泰国其实相对是,从这个类似方面都是比较兴奋 不论是年轻人也好,或者是退役人士都比较受欢 李师傅,你怎么看泰国的市场呢?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泰国这一件事 如果大家有留意,个人的网络媒体都知道 我一年去两次泰国 泰国的方向是比较熟悉的,坦白说 泰国我们都跟英国一样,我们站开几个角度分析的地方 第一是社会文化,生活文化,第二方面就是它本身的地魂 第三来讲就是究竟是什么人选择去泰国的情况 大家去分析 泰国属于在香港,就是按西南的位置 西南方面来讲,跟上一集我们所说的英国近西的位置 算是差不多方向,但是西南会稍为比较向西弱的感动 即是说,假设你讲澳运方面来讲 走去英国方面来讲,会比泰国好一点 即是说做一些比较发展你的事业方面 但是呢,没有那么旺有没有那么旺就好 因为泰国是属于一些比较适合我们叫做饮饮食食的位置 刚刚在西南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很年轻,要拼博事业的人 你可能已经年纪已经是50岁以上了 你已经是半退休的形式 那反而你移去,当然了,如果你是有小朋友的 你可能想着就是说,顺便移民过去做完读书 那可能英国一定是首船 但如果不是的,有些人,今时今日有些人都是没有小朋友 但他有50多岁,他又觉得香港可能已经是很草丸 已经,OK,那我想问一下地方稀气的话 你说泰国呢,相信会比英国更加适合 讲开移居啦,移居泰国 其实大部分我们香港人所比较认知的就是曼谷 可能如果是选玩,或者是退休的地方 可能也是选曼谷,又或者是布吉 布吉是属于一些岛来的,围绕着一些水 是,没错 而相对地曼谷是一个内陆的地方 那你怎样看一个有水,一个内陆的一个 在沿河上怎样去看呢 其实在沿河的角度来说,四面环绕 四面全都是海的位置来说 其实是发展不到一些真真正正的商业的 所以布吉永远都能够做内陆 永远都能够做不到一些真真正正的 我们说的money,即是商业经济方面的发展 布吉就做不到这个条件了 那如果你说,我打算在布吉里面开个度假村 那样的情况就没问题了 那你打算在布吉里面开个金融中心 又或者我们在布吉里面开个度 可能做租务 是呀,做租务 租给别人打,国业富购 潜水,角落散 又或者是过去升值的潜能 是,没错 但是泰国的市场方面来说 它在升值的潜能是不错的 不过,如果说二手市场 就没有英国那么覆盟 我觉得会比较适合自己去半退休的生活 居住泰国真的会好些 因为很多地方都很近 譬如你在香港人住开 习惯了一样都要方便 泰国有多夜市 乘车也方便 唯独试 唯独试,曼谷石也行 其他方面来说 你坐地铁的东西都很方便 如果你说半退休,饭饭食食 按摩突骨 我觉得泰国这方面会比英国适合 在宜居方面 我们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退休几个方式 退休移民 是的 那升值合呢 其实对于一些 我很适合 我觉得我很适合 我首选50岁后 搞了退休移民在泰国 又方便又简单 又可以戏戏 可以玩 我觉得这是一个商业的选择 在大部份的香港人来说 就是这样 那泰国 如果对比整个东南亚市场 整个东南亚市场 因为泰国始终不太适合 在一个商业竞争的威胁里面发展 因为它真的是一个 看回海的横固走势 它是围绕着 是真的适合做一些比较娱乐方面为主 或者一些桃花有关联为主的事业 像澳门的 就是泰国的地理环境 像澳门的 是做旅游桃花旺的事业 你说要发展一些金融中心的方面来说 泰国和澳门都不是一个 那么容易做得好的地方 所以如果说 看看你的心 如果你说 我是想在自己的事业方面 要更进一步 或者我有小朋友需要读书 那我觉得 上一集我所谓的英国 可能会更加理想 但如果你说不是的 我没有小朋友 我又半退休 我可能是 又或者是 几个年轻人 大家一起合同 有点投资 有点赛 就是娱乐为主 我反而觉得 泰国这方面 价钱比较便宜 还有比较方便 入场费比较低 入场费比较低 香港又近 这方面 我觉得泰国可能会受损 明白 明白 我们很多谢李师傅 跟我们讲解 今次是泰国的项目 我们四集就完了 第二次泰国 今次我们就 英国就说了 是 是 很多谢 多谢 多谢 是不是对我